张兆志徐云乐于26日发生证实 已经签字结束6年婚姻 而离婚原因则是因为双方对于孙子的规划 一直达不到共识 由于张兆志经常上节目问民众解答感情问题 也开设APP让网友挂号付费咨询感情问题 因此他离婚的消息公开后 立刻迎来不少网友开酸 直言两性专家终究搞不定自己的爱情 对此音乐人许常德认为 两性没有专家只有冤家 而网友回复称两性应该是丑家吧 他则认为没那么严重 毕竟人也会随着时光进化 事务许常德发文表示 离婚的好坏是旁观者最喜欢做的猜测 而且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 有人觉得这是双方的不幸 也有人认为能成功离婚是一件新名的事 不过他认为离婚的人一定觉得 这是更好的未来才会做出这个决定 迎来不少网友留言认同 有勇气离婚也是好事 好聚好散就是最好的祝福啊 Tack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